早安现场 在最近呢这个季节交替之际啊 还有呢这个整个台湾空气品质 非常的不好的影响啊 万如身周围的朋友过敏的状况还蛮严重的 但是这些过敏是因为气候造成 不过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吃的方面没有注意的话 你也可能会成为过敏一组啊 所以在今天节目我们访问到的是 食品安全以及检验专家 同学是台湾大学动物科学系技术学系的 兼任助理教授何忠平博士 请何老师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近代人的过敏来源是什么 何老师你好 万如你好大家好 因为事实上我们身体每天面对 很环境上很多的物质啊 我们常常会像现在天气变化 春天到了 可能很多人身体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个反应 所谓不正常反应可能是开始流鼻涕啦 或者是打喷嚏 是啊是啊 这是呼吸道的过敏 对这些其实我们身体 面对着这些外来的物质 其实通常会有一些外来物质的刺激 它可能是辟菌啊病毒啊 然后寄生虫 这都有可能 那我们身体其实本来就会有一个防卫的一个机制 过敏这件事情是指说防卫机制失效了吗 严格的讲 其实它是应该是防卫 我们过度的防卫 然后适度的防卫 我们叫做免疫 我们身体本身的免疫反应 我们可以把很多有害物质把它抑制掉 把它消除掉 但是有时候这个物质刺激太大了 或者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适应 产生了一个过度的防卫反应 我们就叫做过敏的反应 好 如果是过度反应的话 就会过敏 那到底什么原因会造成身体过度的反应呢 其他原因很多 因为很多的物质 就食品上 有些假如是天然的 我们通常说天然一些食材 事实上我们身体的组织 这个器官的结构 发展这么多年 已经都很适应 现在怕的是 有一些我们新加进去的一些化学物质 这个就要今天我们聊到的重点了 很多时候像假设我买一个面包好了 我都会看它后面到底面包的成分是什么 它的包装上怎么写 结果看到了非常多 我实在是看不懂的这一些添加物啊 没有错 因为我们这个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进步 事实上对饮食的要求 在口感风味上面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是吃起来要好吃 我们又看起来又要漂亮 然后还希望吃完之后 这个叫什么 口齿流香 还可以持续下去 其实在一些天然的食材 它可能没有这么神奇的反应 所以这时候有一些新的 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就进场了 有时候经过面包店会远远的就闻到好香的味道 或者是我们最近台湾很流行吃冰淇淋啊 那冰淇淋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 就是色香味俱全啊 我都想说如果是草莓冰淇淋的话 那天然的草莓味 我们应该都知道 不会这么的香 这么的持久吧 尤其是天然的草莓去做的冰淇淋 其实它的颜色绝对不可能这么的漂亮 哦 这样子吗 不是粉红色这么的鲜艳的颜色 是啊 因为我们草莓咬下去 其实它的红色其实是在外皮 外皮上面 那在里面裹肉的部分 事实上没有这么草莓的颜色 啊 是 大家自小到大吃的草莓口味的东西 全部都是一种颜色 就是粉红色 鲜嫩欲滴的感觉 没错 其实以现今的食品加工技术来说 这些粉红色可能没有任何一个部分 是来自于真正的草莓 好 我们再回归身边 到底什么是添加物呢 以我们目前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 它有特别针对食品的添加物来做一个定义 第一个 食品添加物一定是政府合格的 它有准许使用的这些添加物的组成 而且是正面表列 就是说有说可以用的才能用 然后能用哪一些都是有表定名列出来 那最早为什么叫做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跟食品有什么不一样 食品是我们拿来就可以吃了嘛 我们一般的食材 就是直接可以食用的 但是食品添加物 其实它最主要就是 它只要少量添加 它就可能会有 这个可以让食品着色啦 或者是调味让味道更好 或者是防腐延缓它的腐败 或者是漂白让颜色漂亮 或者是一个乳化 让它这个里面的成分均匀 或增加香味啦 安定品质啦 促进发酵 增加粘稠度 强化营养 防止氧化 这些目的来加到食品里面的这些物质 都叫做食品添加物 但是它有个前提 就是不应该添加的量很大 哦 就是这虽然是合法可以添加 但是它有量的限制 是 就像前几天可能 大家会看到一个新闻 说这个冬粉九祖不烂 对 九祖不烂 最后好像大家讨论讨论 也没有一个最后结果 因为它里面就是用到食品添加物 一种叫做修饰淀粉 修饰淀粉它是可以添加的 是水食品添加物 但是今天做成冬粉 争议的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食品添加物不应该变成食材啊 应该是加一点点 但是它里面加的量 其实相当大的一个量 政府只是正面表列说 什么东西可以添加 可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 说它添加多少才是合法的呢 通常假如它会有一些毒性啊 会有一些身体危害功能性啊 很明确的话 会有一个限量的标准 比如说防腐剂好了 我们像有些食材是可以用防腐剂的 比如说一些豆干啊 但是有规定 它里面的添加限量 大概每一公斤 可能就只能用到零点几克而已 但大家都有遵守吗 其实一般来说大部分会遵守啦 可是我们今天消费者 买到在一些特殊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可能会遭到光照啦 或温度的环境的温度变化很大 这时候可能正常添加的防腐剂的量 不见得能够有效的抑制 这些细菌霉菌的增长 所以业者可能就会必须要过度的添加 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能要注意 那这样不是我们经常看到 食物的外包装会写说添加防腐剂啊 不过这都是合法的嘛 刚刚你有提到 有些添加物是政府允许的 但是吃防腐剂 总是让人感觉说好像不太对劲啊 以目前来说 政府有一些是合法的 比如说奔甲酸啊 吉尔锡酸 这个在食材食物里面 它有些特定的食物 不是什么都可以加 里面它是有一个限量标准 那这个限量标准 其实消费者就不要太担心了 因为都已经经过科学的评估 等于一般来说 目前可以合法使用的量 再乘以100倍 其实都不会造成动物上面 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个量其实再乘100倍200倍 都是安全的 政府才会把它订入一个 可允许添加的 这个防腐剂的一个限量 可是吃多了累积 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对我们造成影响吗 目前我们合法可以使用的 都是水溶性的 就是我们在饮食上 多喝水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而且理论上不会多吃 比如说我们在米饭 饭内 面内 这些我们会定义说 在我们东方人 我们会把它当主食 所以面内 饭内 通通不准添加防腐剂 因为有人可能饭量大 有人饭量小 这个差异性很大 所以目前我们把这些主食 通通不准使用 法规的定定上 事实上有思考 那另外像有些腌制食物 像萝卜干 或者是豆干 因为一般正常 很少人把豆干 当作我这一餐的饭 我整个餐就是吃豆干 吃了几百克的豆干 或者是几百克的萝卜干 是 理论上 这个是配菜使用 应该不会添加 使用很大 所以我们在法规上 就会允许业者在一个安全的剂量上去添加防腐剂 好那何不是其实我们在一般坊间也会看到有一些食品 它的外包装写说本产品绝不添加防腐剂啊 像你自己也是检验专家 像这样子的标示 我们可以相信吗 其实假如是它一个合法的工厂 有正确的一个标示的话 因为现在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有要求业者 第一个上面一定要有生产工厂 或者是负责厂商的名字 电话地址 所以等于第一个他敢标示 我们可以去做查验 政府也有在做查验 来确认里面是不是真的没有防腐剂 所以假如是一个正常包装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可以相信 因为现在的法规其实也一直帮消费者考量 我们目前的最新的法规是要求 像食品添加物或食品原料成分 必须要完整标示 可能以前我们会用一个什么品质改良剂啊 或者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个名词 来做食品包装上的标示 可是现在政府要求通通要写清楚 因为假如他说没有添加防腐剂 事实上他添加的话 在产品标示上 他可能就会被政府罚三万到三百万 三万到三百万 在后面来要求厂商必须要去落实 他自己的这些诉求 政府是都有严格的规范在那边 不过这个用量啊这个标准啊是不是都符合政府的规定 其实也是需要靠检验才能够知道吗 没有错 所以政府这个各县市卫生局然后中央我们卫福部 事实上一直在做产品的抽验 尤其也鼓励消费者来来做举发 因为今天特别针对比如说特殊标 比如说他标示无防腐剂 我想这个大家会特别的去注意 里面是不是真的真的没有防腐剂 因为他一旦被验到有的时候 这时候就明显就是产品标示不实 就是有个三万到三百万的罚者在后面等着 是这听起来还蛮重的 不过真的有人被罚过吗 因为我们罚归去年才开始 这也是因为食安之后 食安之后对所以要求要严格 不过消费者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做心裁做一个调整 因为目前虽然说很多专家也说都不要使用这些食品添加物 但是其实食品添加物的使用有些是见仁见智 就是有些使用上到底 因为我们吃食物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目的 吃了要能够心情愉快嘛 只要能够再不伤害身体 对身体没有影响之下 我们让我们的味道好一点 或者是这个看起来漂亮一点 吃起来愉快一点 其实有时候也是无可厚非啦 是这个的确所谓色香味剧权 有的时候这个是年代啦 还是多少会添加一些人工的添加物在里面 不过消费者在选择上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的地方啊 细节的话就是第一个一定在购买的是 就一般我们讲不要去购买来路不明的食物 所谓来路不明是像菜市场那种散装的东西吗 散装的 或者是看了标示上面有点不清不楚 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负责的厂商 不管它是制造商还是贩卖商 在标这个包装上面它必须要明确的标示 而且是厂商的名称 住址电话都必须要列出来 假如标示的 假如比如说它这个乱标 这个电话地址结果真的找不到人的话 是 这个也是违反的市民标示法 也是罚三万到三百万 因为现在我们是政府已经在推食品登录嘛 食品登录就是所有翻售的页子都必须要在 卫护部的网站上去做这个 所有的资讯的一个公开 那另外再推食品的产品的追缩 所以今天我在哪一个店买到这个食品 假如真的是这里面的电话地址是随便写的 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往前追缩 因为这个店家一定可以网上找到是谁卖给他的 一关一关的查下去 台湾在查素化剂的时候 为什么一家厂商出问题 其实可以追缩到各个上中下游采购的厂商 其实都可以抓得出来 对 但是在以前跟现在有个最大差异 以前我们在法规上没有明定 业者必须要明确的透露这些讯息 不可以隐瞒 隐瞒啦 是 以前很多的业者被 他发现可能有的时候他会说 我忘了不知道跟谁买的啦 我忘了跟卖给谁啦 是 是 用说忘了这两个字就可以带过一切嘛 对 但是现在只要说忘了 你可能就会被罚三百万了 哦 这更好 所以现在的 可能很多的假如有业者店家听到这个广播的话 要特别注意 现在不能再说忘记了 嗯 不能存有侥幸的心态啦 对 等于是我们是贩售业者 虽然不是我生产制造的 但是我贩售给消费者 这时候我就必须要负担起市民安全的责任 努力的赚钱之外呢 其实更重要的是 这个企业家的精神啦 没错 就每个人都要尽到把关的责任啦 以前都是往上游推说 这不是我制造的 这不是我生产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新的法规就是 所有的业者都不能说你不知道 以前是不知者无罪 现在不知者你还是有罪 没有错 因为我们法规已经明确公告了 你非知道不可 是 那通常来说也不会不知道啦 我觉得真的 以前是可以侥幸的逃过一劫 但是现在法网会会殊而不漏啊 我们聊到这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早安台湾节目现场 小李子 这早晨准备了没啊 回老佛爷 早就备好了 除了您最爱的豆浆烧饼油条 还带了您早晨必备的收音机 您听 小李子 怎么转不到活力台湾呢 回老佛爷 有有有有 您听 这不是吗 早安新闻 早安现场 每周五的callin活动统统都有 节目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早安爆马仔 预告当日重要新闻 迅速掌握台湾一天大小事 这样啊 您就不怕那百姓造反了 好 小李子 以后啊 咱每星期到每星期五早上 七点到八点就锁定着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节目 继续回到早安台湾 我是张宛如 在今天节目里 宛如跟大家来探讨食品添加物的问题 食品添加物真的在现在的饮食当中 越来越多了 经常宛如去买面包 或者是买一些有包装的一些零嘴的时候啊 看到它包装的背面啊 写着这个东西它添加了多少食品添加物 很多东西都不是我所看得懂的 像如果我看得懂的可能只有面粉啊 糖类啊 但是其他的更多的化学成分 我根本连看都没看过 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所以吃这些食品添加物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特别是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 可以吃添加物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啊 访问到的是台湾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系 兼任助理教授 同时也是食品安全及检验专家 何中平和博士 我们要请何博士来跟大家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食品添加 博士你好 宛如你好 大家好 像我有个朋友每次出去吃饭啊 都专门挑没有味精的小店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吃了味精就会全身不舒服啊 非常有可能的 尤其是西方人 很多他们有个中国这个餐厅过敏症 事实上他就是吃了这个有添加味精的食物 因为我们在前面我们有讲过 现在很多的食品添加物 事实上都是化学制品 所以他不是天然的食材里面 萃取出来的成分 很多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这时候对我们的组织细胞 可能他是一个陌生的 当我们在体质不符合的 不适应的时候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 他不认识这个化学物质 他可能就要赶快来来防卫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叫做过敏反应 那过敏反应一旦启动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身体组织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们尤其是现在我们有针对一些 法规上也针对过敏源 有要求要标示 因为我们的消费者也 味精的话 味精味素 他就是很多人吃了会过敏 但是有些天然的食材 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过敏 像花生对不对 有些厂商都会特别说 此物有花生 对 这产品里面还有花生 因为有一些消费者对花生这个蛋白质 他可能特别容易过敏 所以目前我们针对产品里面 有比如说虾子 螃蟹 芒果 花生 牛奶 或蛋 这六项 要必须要标示出来 让有特殊过敏体质的消费者可以知道 这个食物我就避免了 食品添加物 或者是一些天然的食物呢 其实现在都要正确明显的标示 这样消费者选择的时候才能知道 不然物食了之后 回家过敏多不舒服啊 我们消费者自己也是要小心啦 在采购食物的时候 在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再多看一下 是 那最后说容易过敏体质的人 应该是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呢 有没有说 因为有些过敏是天生的啦 吃到这一类的天然食物 他也还是会过敏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大家避免过敏呢 其实就我们营养学来讲的话 最好的就是均衡的饮食 然后多运动 这听起来很简单 均衡饮食多运动 但是很难做到 特别现在外食足特多的 对大家都希望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做法 吃了什么就有什么效果 其实以我们现在食物的观念 食品安全的观念 有天然的效果 那个量都要吃非常非常的大 一般消费者都做不到 其实最好 那吃这个浓缩萃取的 其实有时候出来不见得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那最好的就是靠 就把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让它壮大 让它正常化 所以我们就是均衡饮食多运动 是最好的一个应对的一个对策 所谓均衡饮食 来博士也教大家要怎么个均衡法呢 因为人家以前都说嘛 天天五蔬果 但是好像现在还是不够啊 只有五蔬果的话 另外还有蛋白质的社区 或者脂肪 我们说这个脂肪虽然可能会造成肥胖 但是也不能都没有 在我们身体功能里面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 政府也要求在七月一号开始 假如是有业者朋友听到的话 七月一号开始 所有的这个包装食品上面 必须要做八大营养标示 八大营养标示就包括里面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必须要酸出来 那另外呢 脂肪里面 如果含有饱和脂肪酸 跟反式脂肪酸 也要把它标示出来 因为反式脂肪酸 对我们身体可能就会造成不好的反应 那另外还有针对钠 因为钠这个成分的话 可能造成我们心血管疾病的 会造成我们心血管负担 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所以这个钠的量 它也必须要明确的标示 那再来是 今年再新增加一个糖 糖类就是米质旁的糖 就一般我们吃的果糖 蔗糖 这些会甜的 我们以前都是统称在碳水化合物里面 但是今年7月1号开始 政府法规要求业者必须要 你把糖标示出来 不然我们消费者吃了 因为这糖的话 这个米质旁的糖 这些当糖跟双糖 对我们的身体是会造成更大的一个负担 听起来是一个还蛮棒的一个政策的 我们下次买东西之前 就可以先了解我今天吃的 在糖类 在蛋白质类 这一块各方面的营养 是不是都足够 对 然后最后一个是热量 等于消费者我们一天 卡洛里的部分 大概是2500大卡左右 那我们就可以去计算了 我大概吃了这个下去 假如这个吃下去 就已经占掉500卡 那我这一天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吃了 减重的人看到了这个卡 多少卡洛里会觉得 真的是要自己衡量一下 你一天要吸收多少大卡 你才能够达到减重的目的 没有错 至少现在的法规 让消费者我们在乎我们健康的人 我们现在是有方法去做一个 适当的一个防护 这也是政府越来越进步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东西 以前我们根本没想过的 现在透过法规 规范业者一定要民事列出来 没错 我们在今天访问到的是 国立台湾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系 兼任助理教授 同时也是食品安全 以及检验专家何中平博士 也谢谢何博士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